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和罗东结婚前他就告诉我 说他妈已经成功地拆散了他和前两人媳妇的婚姻 不然也没我啥事 让我小心着点 我嗷了一声跟罗东说 你妈没长三头六臂吧 只要不是妖怪那有啥好怕的 怕死我就不嫁给你 罗东在那发誓 说他绝对不会让我成为他第四个媳妇的前任 也就是说 我是他最后一个媳妇 这我信 就我这一批姓 兵来将党 水来土掩 我怕过谁 我和罗东认识之前也有过一次婚姻 婚前的柔情蜜意 很快被婚后的柴米油盐打败了 前夫吃不得苦 屡屡跳槽不说 还酷爱打麻将 有一次背着我拿了我的卡 不到一个月就输掉了 我辛辛苦苦攒了一年半的四万块钱存款 我火冒三丈 掀了牌桌 他竟然当着牌友的面 打了我一顿 回家后 我毫无商量余地地提出了离婚 在一次聚会上遇到罗东 那时他刚刚离了第二次婚 在好朋友的窜夺下 我俩决定交往试试 这一世还释出了感情 半年后 我俩的婚姻就提上了日程 婚后 罗东说他妈最近身体不好 要和我们同住 我说没问题啊 让他来 不过 我很快便发现 我低估了杜美丽 罗东带我去泰国旅游了一趟回来 进门 就见婆婆躺在床上 哎哟哎哟的 我上前就问了一句 妈 你怎么了 哪里不舒服吗 婆婆眼睛一瞪 拉下脸子说 你盼着我不舒服 心咋这么毒呢 我一听这苗头不对啊 像是冲着我来的 这时罗东把我拉到婆婆房间外面 好言好语地跟我说 他妈这个人啊 就是碍事性子 嘴毒心不毒 问我能不能给他下碗面条 罗东的话合情合理 虽然我很累 但想着既然是一家人 照顾老人也是应该的 于是我就去厨房 给婆婆煮了一碗面条 我把面条端到婆婆面前 揉声喊 妈 起来吃面 婆婆哼了一声 总算是坐了起来 没成想 他吃了一口 就吐在了地上 哎呦 你这想闲自我啊你 我看了看罗东 他也看了看了我 没说话 屁股一扭就走了出去 身后传来婆婆的抱怨声 儿子 你也好好管管你媳妇 做这饭 你看 能吃不 这才刚结婚几天 就敢给妈甩脸子了 以后还不定怎么虐待我呢 妈 李婷刚回来也很累 人家好心给你做饭 你有挑事 再说 不嫌呢 罗东好言好语地跟婆婆说 我估计他还尝了一口碗里的面条 婆婆却不依不饶 根本不像是身体不舒服的样子 说话声音洪亮有力 我告诉你罗东 你要是不孝顺妈 你爸在地底下也不会疯过你 又来了 又拿我爸糊我 罗东不满地走出去 房间里传来婆婆的哭泣声 晚上在卧室里 罗东软言跟我说 让我以后不要跟他妈计较 毕竟老人有时候会放糊涂 也不大会说吧 让我大人有大量 我问他什么意思 让我以后就当小媳妇 看婆婆脸色行事 罗东伸手过来搂着我 我知道 你平日里呢 食指不沾阳春水的 可是 能不能看在我的面子上 早上早点起床 给咱一家做点早餐 我妈肠胃比较娇气 不喜欢吃外面的东西 我啪一下 打掉他的手 要做自己做 罗东又像片糕药似的贴上来 求求你了 好媳妇 我妈反正住一段时间 就回家去了 就算你做做样子 行不行 真不知道 这家伙脑子里在想啥 为了睡个安稳觉 我不耐烦地答应了他 第二天大清早 闹钟把我从美梦中吵醒 我匆忙洗把脸去厨房 熬了一锅热腾腾的粥 我想 这该没法挑刺了吧 没料到 就在我切菜的时候 身后突然响起炸雷 大清早的 你还让不让人睡觉啊 咚咚咚当当当的 吵不着 我吓了一跳 回身 看见婆婆一脸 怒气地站在厨房门口 我放下手中的菜刀 不悦地说 妈 我在给你做饭 请问 刀不碰案板 这菜怎么缺 您来敲敲我啊 婆婆不满地哼了一声 那你轻点 我心脏不好 说完 又回屋睡了 剩下我一个人 在清晨的厨房里 窝了一肚子火 鉴于前一晚 罗东的哀求 我也就忍了 把那顿饭好歹做熟 难等可贵的是 吃饭的时候 婆婆没挑什么事 第三天早上 我一觉睡到自然醒 罗东问我咋没做早餐 我说我不想吃 谁想吃谁做 婆婆的一张脸 立马就黑了 管他呢 我把自己收拾得 漂漂亮亮的 去外面吃了精致的草点 然后打电话 约表嫂逛街 一见面 表嫂就意味深长地一笑说 怎么 你婆婆不好吃好吧 是不是受气了 来找我诉苦的啊 表嫂是罗东舅舅的儿媳 和我在一个单位上班 当初我决定和罗东 试试时 也向他打听了 罗东家的情况 表嫂告诉我 罗东是不错 可是好男人 没遇到好妈 她还告诉我 罗东离两次婚 不是罗东不好 而是罗东的妈 太能做了 当时我想 既然罗东没问题 那我有啥好怕的 我嫁给的是罗东 又不是他妈 我又不和他过一辈子 这次一见面 表嫂才告诉我 罗东和前两个媳妇 为啥离婚 我一听 这婆婆 真够不讲理的 罗东第一个媳妇 小丽 是她的青梅竹马 两个人是要高中时呢 热恋 之后罗东高考落榜 入午后考了军校 家里着金见肘 是小丽辛苦打工 供罗东吃穿用度 罗东虔诚一片光明 好在她没忘恩负义 和小丽结了婚 罗东妈呢 觉得自己儿子有出息了 一个农村姑娘 怎么能配得上她儿子 于是想方设法地 找茬 欺负留守在家的小丽 小丽生性软弱 一直忍让 最离谱的一次 当得知罗东要回家探亲时 他把自己的脸抓伤 告诉罗东 这是小丽干的 罗东是个二十四孝 当即就和新婚半年的小丽 离婚了 复原回到地方的罗东 很快就有了新的恋情 原以为已经是二婚 这次应该能和第二任媳妇 雅妮白头到老 谁料想 罗东妈依旧不改 跋扈性格 雅妮有工作 有学识 但在罗东妈眼里 雅妮的一切 都是靠罗东得来的 罗东妈在城里 和儿子住了半年 天天找事 雅妮不计较 她很忙 忙得没时间 去和一个农村老太太过招 她想着 总有一天 罗东妈会改变 会知道 城里的家 不是她自己的家 可以任意妄为的 雅妮怀孕后 罗东妈逼着雅妮 去查台儿的性别 雅妮不干呢 婆婆就指桑骂怀 说雅妮一定知道 自己怀了个女孩 所以才不敢去的医院 雅妮脾性很好 跟罗东妈解释说 才怀孕了一个半月 也查不出孩子性别 再说 现在生男生女都一样 她更想生个女儿 罗东妈怒火冲天 有一次雅妮下楼的时候 没留一楼梯 不知谁撒的一地豆子 给滑倒 流产了 不管罗东呢 如何去解释 雅妮都坚持 要离婚了 表嫂跟我讲完 罗东的故事 我哈哈大笑 表嫂问我笑什么 我说 终于遇到对手了 好刺激 晚上罗东要亲热 我丢给她一个杜雷斯 她不解 老婆 说好了 我们要尽快要个宝宝的嘛 这玩意儿还是省了 谁要和你要宝宝了 就你妈对我那个态度 我还不想考虑要宝宝的事呢 等过两年再说吧 我知道罗东经历了两场婚姻 现在最想要的 就是一个孩子 来稳定家庭 可是生孩子 是女人的事 我不想马马虎虎的生 更不想马马虎虎的养 罗东几乎求我了 亲爱的老婆 只要你愿意生 你让我怎么样都行 我听你的 我眉头一皱 记上心来 那好吧 从明天起 你要为我是从 你妈要是敢挑衅 你应该知道如何站队 半年后 看你如何表现 表现好了 我保证生 罗东答应了我 不过 他又加了一句 你只要不打我 我说 我只说打理 那种恶俗的事 我做不来 罗东出差了一周 婆婆没起什么幺蛾子 我猜 他一定是知道罗东不在家 我绝对不会让着他 所以才自知之明的 暂时收了手 不拦不惊的一周 过去了 罗东出差刚回来的那天 婆婆就忍不住了 那天我刚好休假在家 罗东风尘仆仆的赶回来 一见面呢 我就扑上去来了个拥抱 婆婆在旁边冷言冷语的说 没见过男人是吧 看把你急的 我这才想起家里还有个第三者 我朝罗东使了个眼色 罗东立马 会议 不满的说 妈 你怎么说话呢 李婷是你儿媳妇 她是我儿媳妇 你问她 这几天是怎么折磨你妈的 天天看我不顺眼 想赶我回老家 只顾自己去外面吃饭 饿死我也不管 我晚上开个灯 她就骂我说 我不挣钱还浪费店 儿子 她是外人 你可不能白眼了 时刻要记住妈的话 打到的媳妇 揉到的面 妈 你别说了 李婷不是那种人 你说的这话 都是你瞎编的吧 真是的 走 老婆 我看 你还没吃饭吗 我带你去外面吃饭 我幸灾乐祸的 看了婆婆一眼 换上漂亮衣服 跟罗东就出门了 我知道 婆婆一定是恨我恨得咬牙切齿 可是谁怕她呢 我可不是小丽 也不是雅妮 我没有那么软弱 以前罗东爱听信他妈的一面之词 现在 他不听我的 也不由他了 就在我俩正享受美餐的时候 罗东的电话呢 响了 她一看 说是婊嫂的来电 接了电话 罗东脸色突变 扔下筷子跟我说 妈昏倒了 快回家 婆婆是被我气晕的 这个锅 我不背都不行了 即便如此 罗东也没有怪我 因为他离了两次婚 已经伤筋动骨 以前他对婆婆的做法虽然深恶痛绝 但爱与母子关系 再加上他的孝心 让他也是束手无策 可这次罗东决定不再向着婆婆了 把他送到医院后 罗东的脸色很不好看 舅舅和表哥 表嫂呢 都来了 当着亲戚的面 罗东数入了婆婆一通 妈 就你要儿子多 我问李婷了 他什么时候看你不顺眼了 什么时候说你浪费店了 他什么时候要赶你回老家了 这些年我已经够小说了 你让我听你的话 我哪次没听 你让我离婚 我哪次没离 婆婆闭着眼睛 一句话也不说了 泪水呢 从眼角流了出来 就在罗东继续痛斥 婆婆的不适的时候 舅舅 终于闹了 急声立色地冲着罗东喊 闭嘴 你个没良心的东西 你不是你妈亲生的 要不是你妈把你捡回来 你不知道被哪只野狗 给叼走了呢 病房外面的花圃外 舅舅的话 让我们起个旗刷刷的愣住了 舅舅说 婆婆年轻的时候曾经有过一个孩子 也是个男孩 一次他在地里干农活 让儿子在地头玩 等他忙了一阵想起儿子的时候 五岁的儿子已经不见了 他和公公到处找 还去镇上包了紧 后来除了知道 儿子是被一个年轻女人抱走之外 再没有别的消息 儿子被拐不救 公公就抑郁成疾去世了 婆婆也变得有点神经质了 但是被一定 能找到儿子这个信念的支撑着 才没有让他倒下去 后来婆婆捡到了 尚在墙宝之中的罗东 对 的确是捡的 留在墙宝里的信上说 孩子 脑子有问题 请好心人收留 婆婆一无反顾地收养了罗东 并在城里救救一家人的帮助下 给罗东看好了病 其实 罗东脑子并没有问题 只是长了一颗良性脑瘤 婆婆还心如苦地拉扯大了罗东 失去亲生儿子的阴影 让他对所有年轻女人都抱有敌意 再加上单亲养孩子 让他对罗东产生了一种病态的依赖 所以 每次罗东结婚 他都认为 儿媳要抢走自己的儿子了 所以 才不顾一切地要破坏他们的婚姻 听完舅舅的话 罗东一言不发地蹲在地上 很久不说话 泪水滴在了地上 我和婊嫂也是一阵唏嘘 谁能想到 性格跋扈的婆婆背后 居然隐藏着这样一段悲情的故事 我为自己这些天想方设法 和婆婆斗气感到深深的愧疚 几天后 婆婆身体恢复了 我们接她出院 回到家里的婆婆 还是和以前一样 看我哪哪都不顺眼 我也不计较 游着她呗 可我越是不迎战 她就越来劲 终于有一天 晚上正吃饭的时候 婆婆向罗东告状 说我行为不检点 她已经不止一次看见 我和一个年轻男人 举止亲密 一起下馆子 一起逛街 还勾肩搭背 儿子呀 这样女人不能要 你不信 问问李婷 那个男人是谁 我跟踪她好一段时间了 她要是这有问题 我就是批了这把老命 要把她赶走 咱们就是不娶媳妇 也不能要李婷这样的 罗东看着我笑了 妈 你就别一人一鬼了 你说的那个男人啊 是李婷的弟弟 人家刚从国外留学回来 你还没见过他呢 婆婆嗷了一声 不作声了 这时我站了起来 拿出包里当天去医院 检查的一张孕 简单子呢 递给了罗东 告诉他我怀孕了 罗东开心地抱着我 转了几圈 我看见婆婆 这次没嫌弃罗东抱我 嘴角反而扬起了一丝笑容 我跟婆婆说 要不你就别回老家了 就和我们住在一起 帮我带孩子吧 你看你把罗东带得多好 婆婆温柔地看了看罗东 点了点头 以前我一心想制止这个乖丽的婆婆 可现在我只想善待她 让她早日从阴影里走出来 好了 今天的故事呢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地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